不了解自己老婆,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很多人就在迷茫当中丢失了很多身外之物和你的feeling,感情 我说一个小笑话 说有一个人,男的最近起来,早上起床 看到枕头上,总是每天晚上总有一些头发在枕头上 于是呢,他在网上呢,查了一下怎么样治疗脱发 正在查的时候呢,他老婆看见了 看见之后就跟他说 查什么查,你应该先检查一下怎么样治疗你的打呼噜 我打呼噜跟头发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打呼噜,你吵我的话,我揪你头发干嘛 头发都是被他老婆揪下来的 所以记住啊,男人如果头发少 不一定是脱发 我访问说,男人们怎么有犯的 我访问就是男人 我访问他 我访问他 我也有心这个 我访问他 是严寥的 我访问他 我访问他